MING PAO CANADA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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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Lori 真的很久沒有拍影片 然後這次的影片是大家 期待蠻久的Room Tour影片 因為就是上一支我的Room Tour影片 其實也 意外的蠻受大家歡迎的我那個時候 那個很小的房間 然後這次搬到一個稍微 環境比較好的地方 然後空間也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就想說這次一定也要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直接廢話不多說 開始吧 一進來呢 就會先看到這樣這一幕 我的房間 這邊是玄關 這個玄關其實還算蠻空曠的 就是這個鞋子這一部分 我的鏡子 去年買的鏡子 然後加上就是我可能 近期比較常穿的外套我會掛在這邊 就是出門的話就可以直接拿起來穿 然後這個後面啊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可以 控制全部燈的 快速關燈鍵 對 但我自認其實是沒什麼用 因為畢竟 開關燈鍵就在旁邊沒多遠 右邊的話就是 玄關的櫃子 然後這個沒有說特別大 但是其實還蠻深的 然後我就放了就是鞋子 都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像 比較常用的就是洗衣巾啦 洗衣粉 然後這個是專門 清理玻璃的這種清潔劑 我上次在大床買的 還蠻好用的 還有就是垃圾袋 跟一些購物袋 雨傘這些的 然後上面這層就是有 衛生紙啦 然後獅子巾 扣罩 跟就是 這幾樣是就是 比較常用的小工具們 開箱的刀子 騎一筆這種的 然後上面有點像 補給區 我買的氣泡水門 就是我要喝手才 放到冰箱裡 咖啡膠囊 然後也是衛生紙 上面的話就是更少用到的 然後最上面幾乎用不到的 一些小雜物 這邊結束 然後馬上轉過來的話就是 廚房 廚房的話比起上一個家 沒有這麼的寬敞 不過我覺得 尤其是我還蠻看重這一部分 因為很多 廣間他們的 就是切菜的這一區域啊 很窄 所以有些人真的像 村子像這邊這麼窄 所以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很喜歡 後來搬到這個新家 我覺得很開心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去年住的那個家 它是只有一個爐子 然後現在這種就是 基本上都是兩個爐子 可以一起煮 雖然我覺得它這個啊 就是有點太小了 所以其實我的鍋子有點大 放在一起的話 這個幾乎很難會受熱均勻 對不過至少還是可以兩個 同時進行 然後這邊就放了 獅子精跟酒精 就我到現在還是 有習慣 你們會消毒手機跟手錶 然後這邊有我最近吃的 維他命C 跟常用的調味料 我就只放這兩個 胡椒跟鹽巴 然後還有最近買的 蔓越莓 放在這裡提醒要吃 餐具們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變這麼雜亂 跟之前的家的規格 差不多就是 也是杯子習慣放這裡 都是去年我自己買的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然後這上面櫃子打開來的話 就是有我常用的盤子啦 然後比較少用的杯子 放在這邊 然後還有我常吃的 Granola 然後上面呢有一些廚房用具 這兩稱啊或者是露斗 露斗 過濾的 還有像是這種夾鏈袋跟皮膜 最上面我放的就是一些 可以重複再利用的一些塑膠瓶子 就是有時候你知道 就是需要裝什麼的時候 這種東西 就是會突然不夠用 然後下面的話給大家看一下 下面的話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我大概把一些調味料都放在這 左邊打開來就是我的鍋具們 我今年就是好像比較少在家做菜 所以目前還沒有就是再添購新的 嗯 鍋具類 廚房的另外一面我就是放了 這邊我就放了常用會出門的包包 我就放在這邊 然後最近戴的口罩 這我覺得還蠻美的 而且我裡面我這次買了兩種 然後一個是粉色 然後另一個是米色 然後這個咧 這個就是我上次搬家時有炫耀的垃圾桶嗎 這真的很好用 噔 噔 就是它是自動的 然後它的藍光是有點殺菌的功能 雖然我個人是不知道什麼殺菌功能 對 不過這是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我們進來浴室看看吧 這邊浴室也是我掛了上次在家創買的這個插手布 超級可愛 噔 然後打開來這裡就是我的廁所 可能我上次也有給大家看過 這樣子拍一下 但是之前是完全什麼東西都沒有 現在有很多生活過的痕跡 然後鏡子的話其實還蠻多一個主要鏡子 跟這裡有個櫃子 我這邊就放了比較常用的就是 護髮油啊 然後乳液跟防曬乳 然後這個 這個是我清理浴室的小刷子 打開來的話就是最常用的一些保養品啊 我都放在第一層 然後 喔 這個我真的下一次要推薦給大家 這是韓國很紅的 可以完全可以稱作大家的人生唇膜嗎 一直沒有機會就是用給大家看 轉過來的話就是 喔 洗澡的地方 自己是用這些洗面乳 然後還有就是我護浴乳 兩個都很像 這我已經快用完了 所以我現在就有時候看心情就會互換使用 然後這是我的洗髮乳 這超好用 這是黑豆 應該可以說有防脫髮嗎 就是涼涼的成分我還蠻喜歡用的 然後這個是之前 Trulush買的 有點像身體潤膚乳 它打開來是像這樣 就是乳液狀 然後這個夾斑掛另外一個很滿意的就是 它上面還有這種的臉膨頭 所以我就是 可以兩個一起交換使用 然後再跟大家再次推薦一次 這個洗手機真的非常的好用 提升生活品質的超大福音 廁所簡單介紹完之後 我們就來這邊吧 喔 這是我的冰箱 它藏在這裡藏得很可愛 打開來的話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冰箱其實沒有 沒有到整個爆滿 而且我這還是 就是昨天才買的 然後這邊就放了一些喝的飲品 一些小雜物 下面冷凍庫打開的話 有三層 就是比起以前那種 一般型的冰箱 可以算放很多的一個人來說 翻過來的話勒 就是我自己平常也很愛的一區 就是 我的咖啡機 然後熱水壺 然後它這個是拉的 登登 這可以拉的很出來 平常不用就是收回去 然後這裡看上來就是 原本這個房子 就附的一個微波爐 上面的話勒 大家準備好了嗎 去年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從去年的時候就是 爆開整個超亂 今年大家準備好了嗎 登 登 有比之前稍微的緊燃有序一點吧 每次都放很多就是 台灣的乾糧 其實我平常又很少在吃這些 所以我每次都不知道 我為什麼會帶這麼多回來 然後這邊下面呢 還有櫃子喔 登登 這裡面我就放了就是 比較常會用到的一些藥瓶 OK棒啦 然後還有我的 化妝品的一些補給品 比較常用會需要一直補貨的地方 我就會放在這 下面的話勒 我就是放了一些家電類 例如果汁機 然後架式器 然後以前買的一些台燈 然後還有我的 烤土司機 帕尼泥機啊 台燈 然後這是 水煮蛋機 這真的超級方便 放進去就幫我煮好了 也不用就是煮熱水或什麼的 進入第二區域勒 就是我的生活區 登登 這邊先看過來 就是咖啡機旁邊的話 這邊是一個 應該剩兩個衣櫃 打開來的話 衣櫃其實還蠻深蠻大的 登 有點亂 對但就是 大概是這樣 然後在這邊 這邊有個小桌子 我的飾品跟香水 門 然後還有蠟燭 然後它這後面還有一個衣� 櫃打開來我就放了一些裙子啊 然後褲子我就放在下面 那旁邊有一個神秘的門 就除了one room以外的房型 應該都會有的一個 喔 欸咻 像瓦斯 放瓦斯的地方 那韓國就是都藏在這個裡面 然後呢我的這間啊 它這個地方 格局已經 其實算蠻大的 所以我就放了瑜伽墊 然後以前的吃飯的小桌 曬衣網就放在這裡面 其實還蠻綽綽有餘的 然後最近買的一個小盆栽 就放在這邊 轉過來的話 可以看到我的床 登登登 床布的話 就是這次床 是我自己買的 因為這裡來的時候 就是空空如也 什麼都沒有 然後背套 就是前陣子 大概幾個月前 我換成了比較春夏一點的顏色 看起來比較沒有這麼的熱 我覺得還蠻美的 它是有米白跟 米白跟 這要叫什麼顏色啊 湖水色嗎 米白跟湖水色一起的 然後還有靠著小枕頭套 這個床我這次買的是 Double S的大小 所以就是一個人躺 非常的綽綽有餘 然後咧這個床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它是有燈的 所以晚上快睡覺前 我就會開這個燈 讓自己進入 這種休息模式 然後還有兩個插座 比較個人睡前會需要用到的東西啊 護手霜啊 然後 護唇膏這些的 然後這裡放了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照片 這是買的一個相框 我就調了一個自己喜歡的照片 這是瑞士 然後它是原本就有副床臉 拉給大家看 可以自己調整這樣子 然後床旁邊我還放了衛生紙 還有我覺得 我這次 整個家裡面 我買的最正確的一個 道具 這真的是一個懶人的 必需品 每天晚上我就會放在這邊 架著我的iPad看 劇 躺著看劇 完全就是電影的登記 給自己前後操控 高度 然後這裡也可以旋轉 真的很厲害 好然後床的後面呢 其實這個房子 比較特別的是 我可能搬家那個vlog 有跟大家解釋過 就是這個房子 本來是沒有這一區衣櫃的 然後是我要再搬進來前 搭裝了一個衣櫃在這邊 然後這個衣櫃打開來真是嚇死人 超級寬 超級深的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 儲藏空間過多的一個狀態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這邊的話 其實我苦惱很久 這個衣櫃到底要怎麼用 因為它其實太深太大了 很難收藏東西 就是直接買了一個四層的收納櫃 然後當然是按照重要的 這個程度 就是這邊 這邊比較重要啦 然後到上面基本上就是很少打開 影響 然後還有化妝包 比較常用的東西 在這裡 下面呢 下面就是 可能是有冬天 或是比較不常穿的衣物啊 探子 我就放在這邊下面 然後這個下面也是 這邊是我的運動服門 至於這個衣櫃的另外一面呢 完全是儲藏式的概念 後衣 厚重的外套們 然後我掛了我所有的包包都在這邊 它這個其實本來應該是放 我猜是放領帶吧 或是什麼的 它是可以這樣拉的 有沒有很方便 我要拿包包的話 我就直接這樣拉 就OK了 裡面還放了兩個行李箱 再折一個大的 然後一個小的 是不是出餐空間超夠 上面的話呢就更雜物 我基本上就是沒有用到的一些 可能針線啦 大家無法在裡面 接下來這一區呢 登登 我在這個家 90%的時間 都是在這一區活動 首先呢 這裡就是買了一個小沙發 其實我那個時候苦惱很久 全部都有一種椅子 比較簡單明瞭 還是要有一個沙發 因為我其實很想要有一個沙發 讓我能夠就是坐在這裡耍廢啊 所以我之後還是決定買了一個這種 小型的沙發 然後咧 這整區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椅 這個藤椅 我那個時候考慮了超級久 我找了很久 因為其實這種藤椅 還蠻貴的 通常都要賣到三四五千塊 然後加上那種藤椅 其實很多都很不舒服 就真的只是好看而已 但是咧 我那個時候就偶然看到了這一張 這張藤椅啊 它真的是 它屁股的範圍這裡 還有點凹陷 就是稍微比較符合人體工學 然後咧 它這個顏色其實真的超美 尤其是現在夏天看起來 就會更清涼的感覺 然後因為可能有時候會有 可能三四個朋友會來 所以我自己另外旁邊有放了一個 這種板凳椅 一般進來這個家 我就決定好 就是我要買一個這種U型的圓桌 這和整個我需要的就是美感啊 加上 喔 實用度 那就是我的生活必需品們 尤其是這個音響 這個音響我真的要再跟大家推一百萬遍 它真的很方便 然後它的音響是有點那種 噗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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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這個是最近 喔 男朋友他送我的 電風扇 喔 最近沒有這個電風扇 那真的不能活 然後今天的介紹就是大概到這邊 每天回到家都覺得很快樂的那種感覺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次新的room tour 然後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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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 Χ